应该没有入课考核了吧 不可以了 怎么办吗 今天 好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你好 老师好 你坐 我们坐吗 没问题 你们坐 这个片子我们所有的 入我们心内科来做实习轮转 包括归陪的一生 都是要熟悉掌握的 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我们一个心内科的 这么一个介绍 就是总的来说心内科病多 病重 病人多 年龄跨度非常大 很多病人时间的效率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就是我要求你入院入科 五分钟之内一定把心电图拉掉 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因为我们每年都能碰到过 有些病人心电图还没完成的 人就没了 有啊 重症病人就是这样的 有些基本操作是大家一定要需要的 比如说12岛年的心电图的诊断 我们昨天跟刘畅也在说这个啊 心电图啊 我最早看心电图就是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他说你怎么又来看我了 我说我不好意思你是哪位啊 老师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心电图的确有点难学 没有关系 每个人大家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等你出科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一份心电图说告诉我说 老师这份是正常心电图 我觉得你的目标就已经完成了70%以上 首先代表科士啊 热烈欢迎你们加盟我们这大儿园神经外科大家庭的团队 哈哈 不要不傻 两个人姿势都一样啊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这个点牌 家学院员 我们神经外科有这样一个家文化的一个传统 我们科是浙江省最早的神经外科的发源地 培养了800多学生 全省我们是1200多位神经外科通道 所以可以向二三分之二 是我们这边培养出去的 当然这是过去了 我们更希望期待于未来 我们能否以你们为荣 这是我们的期待 但是讲到这个期待的 不得不说 你们昨天的彼此成绩 不理想 要被批评了 甚至于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龙特你知道你的成绩吗 我是 我在临床上确实 临床接触的不多 对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工作重点 一定是点围绕临床 所以你要比人家花更多的精力 打好基础 好吧 李不言这边 稍微好一点 但是 但是 没到几个的分数 离我们的要求还不够 张恰呢 勉强几个 好像差距没有看出来 你经过一年 我们已经轮训过的 这样这个水平 这个话好严厉 这个打击也很大 所以你们三位都是不理想 这个阶段的培训 你们是要推成皮 要有这个事项准备 有没有信心 有 期待着你们这个 培训以后的成果 好吧 好像省外的几哥们成绩都够呛 还没开始呢 就已经快被打到地板了 会很低落 第一天来就是 但是有人陪着你一起 就不会那么低落了 看他们三个会关系很好的样子 同命相连 难兄难弟 接下来你们过来到我办公室里来 哎 把他们带一下 领域一下 嗯 好 嗯 同志 这就是接下来要 具体带你们的谭笑笑老师 你好 啊 这个后续的一些主要的工作 由谭老师带你们 行 那我带他们去 啊 是 好 联系 先去熟悉一下 这边也是我们一个医生办公室的 平常的办公的一个区域了 趁这会儿自己看看电脑 怎么系统怎么用啊什么 都熟悉一下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三个职场小白 他们啥太搞笑了 你能蹲吧 你先搞一个 对啊 你有空 对 现在上面这边写有牌选项卡 然后这边评次嘛 比如说特别记得ST啊 D级啊 单词用一下Avance 你不输他会谈所有的是吧 输完一个你就按回车 他会进到下一个嘛 这个到时候开一下就知道 这时候张恰了 算是有点惊艳了 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待过一年了 然后后面手术信息 这也是出院整理病例的时候录路 其他这些也是按上面写的填进去 我觉得我的优势第一的话 是因为是在自己的医院 首先有一个东道主的优势 其次的话自己在临床轮转了一年 对于临床的相关一些工作 还是相对比较熟悉的 那个张恰很厉害啊 他不是之前我们这边16楼 周俊明那里都呆过的吗 对对对对 张恰知道的呀 对啊他刚才把我下午要讲那种 已经讲了一大半了 我看他们系统什么用的很溜了 已经对 对啊他就是就有那个 但是接纳轮转可疑 张恰其实啊 认真做起来的话 他的专业这个临床能力 是他们三个里头相对来是最好的 也就是您在这次摔倒之前 就已经曾经有过头晕头痛这种 不舒服的感觉了 这个出现的频率是怎么样的 会高吗 可以考虑这边左侧的这个 你也的话会有个轮廉站位 可能考虑的还是一个胶直流 胶直流 好恰恰 他们成为我们的核心团队成员 还是有专业船接迈很重要 对对对对 老师还来不来了 也不知道他们去科室怎么样了 好紧张啊老师怎么还不来 哎真的他说老师来这我们不用过去是吧 说了 可能今天有其他事情吧 嗯 刚才老师说了严老师会来是吧 对 你不是不是你说的吗 哎你们俩不要 不要给我长递错了信心 我突然有怀疑 是不是 没有老师来说过 是来说过 让我们刚才外科在这等严老师会来 但我有点怀疑自己的 记忆 记忆就不知道怎么办 好不用怀疑 不用怀疑 老师会来的 严老师在办公室等说 啊这三个人怎么还不来 害怕 明天就把工位给清清清清掉吧 你们都走吧 第一天就不来 等到怀疑自己的已经 这个也太搞笑了吧 这个站的站姿 你是我们肝打意外科的学员吗 嗯对 对对对 我不是严主任啊 你们应该见过严主任的啊 对 我是肝打意外科严主任 跟他同一组的这个老师 我叫周东凯啊 周老师好 严主任今天一天手术 估计没时间来见你们了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交代一些 我们临床上的啊 包括一些你们生活上的啊 一些注意事项吧 好 待会儿我会带你们去科室 初步了解一下一些科室的情况 好